排隊一名保持六條距離 桃園機場久違的排隊人潮 早上不到六點櫃台就被塞到爆 放眼望去大家防疫措施都很足 因為這回出國目的很特別 只是為了打疫苗 你要出境的前三天 一定要有這個PCR的陰性證明 那這個我是在7月5號做的月月 因為打完第二劑的話 它可二十一天 一家四口通通報名 管島一呆就是一個月 因為打算輝瑞兩劑一次打 衛生機票就得自費 這班關島首飛六號九點出發 預計下午兩點五十五分抵達 機會全滿再超過一百七十人 得隨身攜帶PCR陰性證明 我們兩個嬌生要打一劑 然後他要輝瑞 因為他沒滿十八歲 因為你可以先在關島打第一劑 等到你回來隔離完 說不定你就可以打到第二劑 不用跟人家搶第一劑名額 旅行社出乎意料 原本以為打一劑的嬌生會是首選 以自家的旅行社九十人統計 達摩德納疫苗占百分之三十八 輝瑞和嬌生大約各兩成 其中四十九歲以下的旅客超過七成 以輕壯年為主 開出四百三十九席的機位 已經全數銷售而滿 七月四號 十號 十四號 十八號 都銷售而滿 那我們現在第五個出發日 就是試著開一個長天宿 七月二十二號的一個 二十二天二十一晚 灌倒當地七月四號後開放入境 免隔離 旅行社也推出十個T4 當中五天四夜大概落在四到五萬元 七天六夜大約是五萬五千元上下 二十二天二十一夜則是十二萬元起 預定率也破了八成 但PCR採檢費完後 十四天隔離費得自付 疫情門換大家 旅行社出奇招打疫苗兼旅遊 拼出另類商機 八大新聞綜合報導 民生八方式 盡在一小時要訂閱 不要忘記要按小鈴鐺喔 天啊 警告 二十二十二 drie 雲